Leo聊四季 天氣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高棉人 這場比賽是由天梯高手又對上VB VB也是中國玩家 兩位剛好都是中國玩家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中國內戰會打的如何 好 那我們看一下蒙古 蒙古這個文明最大的特殊就是吃鹿 跟這個大象還有斑馬 這種野生動物吃的速度非常快 他在前期可以打這個棒棒或是肉馬開局 都是比較有利一點的 他最大的特殊是這個馬弓 弓速非常快 弱馬血量非常多 可以看情況除了草原奇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這個工程器 移動速度非常快 但是這個需要點下金罐 找炎姬 之前觀眾有糾正我 這個應該是翻譯錯誤 應該叫做演習 這個科技只要點下之後 衝車速度非常快 我們之前有一部影片 也是用衝車 頂包對手的影片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的這個高綿 高綿的話是比較一個特別的文明 因為他的農田是不需要 像我們的一般的村民 需要這樣走來走去 放到TC裡面 這個肉就可以直接在田裡面 直接原地採收 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有避免這個異次元農田 你不用把食物帶回去 食物就可以收成 好 那高綿呢算是比較偏向於 騎兵路線的 還有這個 奴炮路線 他的奴炮像跟奴炮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記得只要點下這個金罐 他這個奴炮 就可以雙重奴炮 兩發的那種 蠻強的 那他這個文明 我覺得打起來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騎士說強也不強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優俠的文明 所以他漏很多 那你打奴炮像的話 可能效果還不錯 但是數量又很多 但是機動性也不高 那高綿這個文明 的一個特殊能力 還有這個村民可以進去房子裡面 所以有一些職業比賽裡面 會看到一些高綿的玩家 會把這個房子 直接放在伐木場旁邊 或是金晃錯 這個效果其實著實很不錯的 村民可以直接躲到房子裡 自然就可以損失掉 被偷襲的這個損傷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開局方式吧 那VB 高綿這邊是選擇趕路 三路全部吃完 三隻路全部趕完 那他找到路的時間也是非常早 那右這邊也是 這邊三隻路也是趕完的 首先要吃第二頭大象 那我在教學影片裡面有講到 這個大象可以盡早吃 避免被人家幹掉 偷幹羊或幹豬 之類的 不然你可能就會少一頭豬或大象 盡量先拉外面的 好這個就是前期吃豬的一個小技巧 可以讓你減少一些失誤的 好那看起來這邊是三木開吧 那三木開的話可能是肉馬開 那這邊是兩木 哇這邊更極限耶 又這邊打得很極限喔 這邊是決定是後面喔 才要來補木頭 那這邊應該是17批上封建時代喔 好這邊有個細節喔 這邊兩木就可以看出來這個細節了 好 那這邊點一下 好收一下肉 點一下封建時代 哇這個狠狠的喔 你看這個村民 連織布都沒有喔 呵呵呵 這個非常極速的 好蒙古的話就是有這個優勢在 因為他吃肉喔吃大象 輸太快了 快到他可以高速上封建沒問題 好那高明這邊由於有趕路的關係喔 也有10大象 所以其實也是很早是上封建時代的 但是他這邊沒有偷喔 這邊是很穩定的喔 先上了織布之後才上這個封建時代 這個相對來說會穩定一點 好那這邊上到封建時代 這邊開始補木頭了 果然開始補了 好木頭趕快先補一下 然後趕快補下房子 之後再補下軍營 然後再補下這個馬舅 這個就是蒙古的極限肉馬開局喔 那這個打法喔 通常對手一個不注意喔 很容易會被葛屁喔 很容易就秒殺了 但在底巾的團戰中 對手的VV應該是發現到了 欸對方已經在上封建時代的感覺了 軍營已經開下去了 因為正常來說 你看軍營他這個時間是不能開的 如果他這邊是配三木的話 這邊而且又為家 更不可能開了 而且他伐木場是雙伐木 通常如果是要三伐木開局的話 是不會去下第二個伐木場的 會先在家裡附近喔 先伐木一下 那他這邊可能也不是一個極限肉馬開 而是一個比較穩定一點的 先下軍營然後待會直接轉小弓 很有可能 好 那這邊上坡建時代 先點下支部技術 然後以及伐木 那馬舅是蓋在正面的位置 哇這個距離非常近喔 這邊正下方就是VV的家流 好 伐木點下以及農田一點了 好 開始在慈家裡的羊 好 那蒙古這邊現在有肉類上的一個優勢在 那VV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 現在還有稍微卡人口 他這邊卡了一下人口 趕快補 OK 把這個房子蓋在這裡 OK 剛好一個房子可以躲五個人 剛好這裡五個人伐木 也安全 好 那這邊還是選擇了這個馬舅卡 並且沒有挖金礦 那他的軍營是 不好意思 他不用蓋均勻 因為緬甸還有特殊能力 不需要前置任何時代建築物 就可以升級 還有蓋其他東西 原正常來說 是要蓋均勻之後才可以下馬舅 當然高明不需要 好 那這邊馬出來 但是這VV已經知道 意識到對方是一個超高出肉馬開局 自己肉馬要先憋一下 而且自己沒有均勻的關係 所以這個肉馬要打得非常小心喔 很容易會打出一些東西來 小怪怪 出一點東西 好 這邊交戰一下 但是這邊知道了TC的傷害 蒙古這邊有點小尷尬 但是還是順利收掉了一隻肉馬 好 這邊想要稍微讀口 因為這個黃金還是要守一下的 這個黃金要是沒守下來啊 為什麼虧喔 那這邊可能會插一根箭塔 還防守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是高地啊 這邊高地如果弓箭手或是頭車過來 很容易會把這個金控制住喔 待會喔 VV可能會在這邊插一座箭塔 因為在前線太難熟了 畢竟是自己的主金喔 雖然後後面還有金礦 雖然還不是非常即刻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邊四隻刺頭 應該會直接衝進去 會往這個地方衝喔 下方這邊衝進去 然後坦了一波 但裡面大部分都圍好 只剩下右邊這個墓區而已喔 所以如果這個衝進去 可能會有去不誤回 啊 真的衝進去了 呵呵 但這邊還沒圍好 應該是可以跑得掉的 好 那如果他往上打的話 那就會損失掉非常多肉馬 但又這邊已經沒有再繼續出肉馬了 這邊是專心在圍家了 家裡圍的非常大喔 拉了非常多村民喔 大概拉了三到四村去圍的喔 圍得非常快速 你看這邊 這裡這裡這裡 哇 非常多村民喔 直接圍爆 又打得非常保險 那VB這邊選擇肉馬出門 不在家裡防守 他覺得家裡蠻安全的 確實他那邊 刺頭的血量也不多喔 他繼續打下去 可能也打到東西也比較少一點喔 而且還有防止 可以讓他躲 這邊應該是VB都已經想到的一個點 好 那這邊圍得還不錯 這邊圍死啊 果子這邊還要吸 好 吃完了 應該是看到果子要吃完了 嗎 還是看到這個木牆很弱 好 直接打個一下 這邊再補 好 沒問題 防守來說問題不大 這邊再補一下長槍兵 直接出來戳個一波 好 先在裡面囤個兩隻 兩邊都打得偏濃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這邊是選擇要下金礦 準備要來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順利砍掉一隻肉馬 回頭打一下這邊肉馬要全送光了嗎 剩下一隻 還要撞TC嗎 沒有 這邊稍微秀一下 好 城堡時代還有大概一百肉左右 就可以上到了城堡了 那城堡時代蒙古這邊有挖石頭 應該是要來想要來打蒙古圖祭了 四個人挖石 有點偏少 但沒有關係喔 三技也是需要時間的 待會再補到五到六個人 過七個人 這個城堡就可以一洞洞的挖出來 這邊長王兵一個劫胡 吃掉了一隻肉馬 好 補下了一個射箭長高敏 這邊應該是有意要轉弓兵路線喔 弓兵或是戰矛 應該是直接先轉弓兵了吧 這邊先轉戰矛有點不切實際喔 因為你的戰矛很容易被騎士Counter 好 這邊點下了品種跟爵士好見 工兵護甲 很明顯是一個馬公路線 那這個石頭來得及嗎 感覺上層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蓋城堡 還需要苟一段時間喔 那也不確定會不會直接開下雙TC喔 他這個木量是有可能雙TC開的喔 直接3TC開下去喔 好 也是有可能 好 這邊第一時間沒有決定開TC 這邊要買賣一下石頭嗎 不買 好 決定還是先開TC喔 城堡晚點開沒關係 這就是沒有配到七石的關係喔 如果配到七個石頭的話 應該就可以直接上城堡了 然後再馬上挖出一棟TC出來 那他打的不是一個極限蒙古圖技的關係喔 就算打個極限蒙古圖技效果也不是很好 原來這邊很容易轉出弓兵或是毛病喔 就很容易守住了 好 這邊是決定走一個毛兵喔 哇 結果被我收中了 我還以為不會是毛兵 結果是毛兵 喔 這邊會打金的嗎 應該是可以守住 但中間這個地方有點危險 然後會把這個血量拿起來 抽中犧牲幾隻 駱駝過來解一下 駱駝跟騎士的強處喔 就是這樣子喔 可以有效的喔 直接把戰毛兵喔 直接吃掉 這邊直接毒口讓騎士躲不了 唉唷 但是為什麼這個駱駝不會攻擊 哈哈 微尷尬 好 騎士繼續輸出 確定還是要先把這個毛兵喔 處理一下 OK 騎士吃的差不多 好 這一波解掉 好 大會有650石頭 有了 可以來蓋一下這個城堡 那城堡的位置我想應該會蓋中間位置喔 好 但是現在第一座城堡還是要先守一下金喔 可能會蓋這個位置也不錯 可以守石頭跟這個金晃處 好 但是決定是蓋外面了 直接把城堡往外開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是相當大膽的 好 但城堡初期先蓋一座在外面 應該也是還好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喔 城堡如果你要打寶兵的話 城堡還是蓋在家裡比較安心一點 你這樣才會穩定的一個出兵點 好 不然在外面很有可能會被拆掉 雖然城堡初期是不太可能拆掉 所以又應該也是意識到這一點 好 所以城堡還是蓋在外面 說外也沒有到非常外啊 偏外側 還可以守到礦區就不錯 但正面這個部分就沒有城堡 這邊防守可能會稍微需要 要細心一點喔 不然可能會打出幾個洞來 右邊已經用大量防守守住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是選擇出一些駱駝先擋一下 要這邊 散毛病喔 給一些壓力喔 但毛病給壓力其實也不大 兩邊其實都3TC喔 開農 然後做一個騷擾 並不是要來一個真正大開戰 好 這邊上來駱駝砍個一波 駱駝這邊先拉個幾隻上去砍騎士 後面這邊是砍戰矛 現在駱駝可以tounter所有的單位 但是打這個三驢就有點困難 好 這邊三驢找到了一隻 現在兩隻駱駝直接做一個反擊 戰矛病一再輸出 後面駱駝直接 下來一起來防守 看這邊騎士有些都殘血了 駱駝還在輸出 但駱駝數量不是很多 打起來有點痛苦 這邊騎士直接可以圍毆 收掉了一些駱駝 哇 這一波BB打得還不錯 這邊是單馬就在出嘛 果然單馬就在出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出的太多 然後這邊第二個馬就開始在出 這邊雙馬就出駱駝才能來得及 好 果然城堡是蓋在這個位置 這種想像不太一樣 這邊也是高地也是可以 我個人會更喜歡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好處是可以守到TC TC就會相當安全一點 但是這裡有個細角 這邊如果開頭車過來的話 還是可以砸到 城堡是守不到的頭車 頭車還是可以直接輸出TC的 然後這邊城堡蓋下去 能蓋得好嗎 應該是能蓋好 但是這邊選擇側退 沒有要打進去 看路透直接過來 這邊要遭翔一下 後面才是生女 應該可以遭到一隻 欸 結果來不及遭到路 直接倒地 這個生女沒有遭到任何東西 相當可惜 但勝率也是直接被打倒 但是有遭到一隻 單位 好 這邊再來過一個招牆 這邊直接包抄 駱駝直接全吃騎士 跟這邊戰毛病的部分 好 這邊設備再遭擇一下 直接遭掉一隻駱駝 沒問題 停下來Easy攻 高敏的木頭點爆炸 這個木頭可能要趕快多撒停一點 木頭點太爆亮了 TC再多開幾個也沒關係 好 那因為有異次元農田的關係 其實高敏的採集食物速度也是蠻快的 但是這個肉量 還是要再多補一點點 才可以再把這個經濟也拉得更好 好 這個木頭稍微換一下 換成這個挖金黃村民 這邊要準備點下帝王時代了嗎 Yo 這邊其實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這邊點帝王不是問題 OK 點帝王了 OK 點帝王時代 但是Vivi這邊前期蓋寶 但是資源上完全不能上到帝王 那又應該也是意識到這一點 他吃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跟這個騎士 這個肉量消耗其實是非常龐大的 這邊如果他要上帝王是不太可能的 哇 這邊這個洞直接被打出來 城堡直接輸出 但是沒有彈道學 射得有點歪 還是有點受到歧視的傷害 好 這邊再補一下 那這一坨進去 蒙古圖祭就可以進去輸出了 這邊可以開始按了 蒙古圖祭了 欸 但是這邊 欸 這邊駱駝 駱駝去哪裡 欸 駱駝圖祭在這邊逛街 好 駱駝先點下二級一方 然後駱駝雖然不夠多不能硬打 這邊稍微收村 這個洞 待會還要找個機會再補一下 這邊再稍微微一下就可以了 好 補下兩個馬就 騎士 打不到任何東西 只能對田無能狂怒 打不到你聰明我就猜你田 很兇很兇 OK 駱駝直接瞭解 上面是這坨騎士 這坨騎士應該是雄多吉少了 好 二級防好 稍微可以 放下騎士的傷害率 好 那這邊騎士再過來衝個一波 駱駝直接倒地 但是這邊應該還是會直接衝過來 那蒙古圖祭 待會就要出來了 而且這邊 帝王時代要上了 這個巨頭會先好 但這邊高免上帝王時代的時間也是蠻快速的 這時候眼睛也點了 也只剩一分鐘 時間也差距大概差了一分鐘而已 其實差距不大 真不愧兩邊都是底堅高手 這個時間都非常長了 非常早 好 長江兵這邊點了上來 看來想要出一點 長江兵來克制一下駱駝 畢竟高免是妙法克制這些駱駝站位 好 只有長江兵才可以 不然這個騎士一直出一直爽 好 這邊城堡蓋不起來 直接變倒城堡 VV這邊拿下了一個城堡優勢 這個城堡蓋起來影響力很大 待會上帝王 這個巨頭可以優先拆到這一座城堡 那這邊 目前又也是雙城堡在採 巨頭 但是他這邊只能分散拆 各自拆城堡 不能直接像 VV這樣子 決定要先拆哪一座城堡 這個拆的效率就有差了 然後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會先拆左邊這一棟吧 右邊這一棟先拆的感覺意義不太大 雖然可以長驅直路 但是這邊有太多村民 可以過來修城堡 這邊雖然也是蠻多的 但是沒有像TC裡面那麼多數量 所以先拆左邊應該是比較有實際一點的一個選擇 這邊什麼要再修 這邊是決定 拆上方的 好 我拆錯了 不好意思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結果還是要拆家裡 那家裡這邊的話應該就很容易守住了 欸 結果是要各拆各的嗎 結果還是拆左邊 啊拆左邊 對嘛 拆左邊比較實際一點 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這邊村民樹其實並沒有到非常多 但家裡的村民是一定很多的 一定是可以修得回來 一定是可以修得回來 好 這邊上來砍掉一台巨頭 第二台沒砍掉 直接撤退 我一定可惜 好他還是砍掉 OK 巨型頭C 直接 好 這邊巨頭也不是拆左邊城堡 拆了一下之後 決定不拆 先拆個TC之類的 但是三巨頭的數量很快 就可以把這邊TC拆光了 巨型頭C 還在狗 先拆一下 三巨頭開始拆 上方城堡掉了 蒙古這邊進攻 有點成果了 看這邊這個城堡要不要記得D呢 血量有點少囉 上方巨頭也在輸出 這個巨型頭C的位置其實不太好 但城堡快拆掉了 但是又不敢撤 現在把巨頭給解掉的話 這個城堡就拆不掉了 但現在要拆的話好像有點困難 大量級兵上來 直接戳駱駱駱駱駱駱駱 直接遠地倒地 這個沒辦法上來 應戰打 這有點危險 直接上去直接硬拆 但這個箭矢傷害實在太高 攻擊沒有點高的關係 重裝騎士也只能這樣倒 好 結果這個城堡直接被 民土追魂 血量拉了回來 三巨頭直接變成 二巨頭而已 二巨頭的話 那絕對拆不掉 現在的狀況應該是要四巨頭 好 這邊級兵直接上去 一戳啊 但是這邊級兵上去的話 家裡就變風塵器了 風塵器 沒有任何的一個 級兵在家裡防守 這邊級兵只能被附回來 回來也算是蠻及死的 最後頭還是損失了非常多 蒙古這邊碾下了彈造靴 哇這邊攻堅有點精彩 鵝鵝有點在送 沒有空好沒有空好 家裡家裡再繼續補一下 哇這邊經濟爆的蠻兇的 高明開始出垃圾兵了 極兵 戰毛 我都要 然後帶來一點騎士 玉三家 黃金全部投資給騎士 然後跟工程器 然後其他的兵 都用這個肉 需要肉的兵 這個戰毛兵跟極兵 那對高明來說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雖然會有點被動 但攻堅上來說還算不錯的 因為對方的定義勢必會主動過來攻擊 那你出這些單位 確實有可以嚇阻對方 這邊配置配的不是很好 這個疾兵沒有點這個護衛技術 跑得很慢 快要被拆掉 結果拆拆拆到後面 有點被拆了回來 右這邊開始在反擊 蒙古圖竟開始出來 拇指環彈道學 還有化學 鴻兵鎧 全部點完 蒙古圖竟再點個精銳 就完美了 但這塊金礦用守住 才是重點 這塊金礦沒守住的話 蒙古圖竟的精銳也沒法出來 但現在蒙古圖竟要點到精銳有點困難 最後點出精銳好像也不是 會變成極戰力 最近的戰毛其實傷害很高 這邊有優先點一下蒙古圖竟的傷害 戰毛並直接開送 疾兵直接開拆 但是後面有特兵在修理 開始拆掉了一座巨頭司機 巨頭司機 你拆光嗎 這些垃圾兵上去送 剪下大落馬 右邊還下了一個城堡 這一個攻堅看起來失敗了 右這邊守得很不錯 光路圖竟在後面就輸出 右邊這邊蓋了一座城堡 開始要來右側突襲了 比比覺得正面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開始有點在敗退了 石頭也不夠 這邊買石頭來不及修 哎呀 這邊來不及點 兩個座城堡應聲倒地 比比這一波作戰 看起來全告失敗了 魔物圖竟的數量 開始慢慢續得起來 二十幾隻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那這邊要選擇右側攻擊的話 這也要怎麼防守呢 但正面上比比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正面已經沒有任何的城堡 可以守住他一個門面 這人要趕快去外面挖野石 但現在野石的部分 沒有看到外面這一礦 那這邊還沒有完全挖完 那目前黃金上來說 是VV會有比較多一點黃金的 黃金上會多一些 他這邊挖的野石 挖的野金多一點 好 精銳魔物圖竟一點下 好 還是該點的 這個有點跟沒點還是差蠻多的 好 這邊點完 反而六加四 待會就變三級 這邊會變八加四喔 攻擊力直接加二 超高攻擊力喔 十二攻的馬攻 好 那這邊再繼續打 好 那這邊再繼續打 好 孟哥圖竟應該可以直接上來 硬點掉這個巨鏡頭實機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孟哥圖竟對攻城器有外傷害 所以這邊血量會掉得非常快速 直接解掉 這邊有大量弱馬跟騎士直接焰輪過來的這個金礦區 但這邊已經即時受損 其實傷害不大 問題是後面這些聰明能逃得掉嗎 這邊果然還是要來挖一下野石野金 像NVV控圖控的還是比較好一點 又這邊為了防守的關係 所以有點被困在家裡 但這邊防守還算來得及時 弱馬還是過來防守 但這邊蒙古還沒點下大弱馬 要是這邊有點像大弱馬的話 這個清奇兵血量會再多一點 可以變成118滴血 那現在攻擊的部分會來到右邊 BB之前想給壓力 但是這邊壓力給的好像不太夠 肉一直沒有拉得起來 只有45片田而已 身為高美的應該要到60片田左右 這個肉量才可以一直出大弱馬 好 等一下這個圍牆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血量 這邊已經有點下裝瓦技術了 所以防護率上來說還是不錯的 但是光層系列面前 還是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座城堡能夠多久 就是給BB的一個時間 好 高美這邊想要想辦法 去阻止對手去農出更多經濟 那自己要轉出大量的農田 這邊趕快要把村民放出來 沒有放出來就沒有農田 好 左邊這個位置 又抓到一個挖進礦的村民 還不錯 又這邊看起來有機會 還等一下這個工程工程師 感覺BB有點 經濟不太好 木頭有點爆多 這邊要轉奴炮也有點太晚的感覺 這邊轉奴炮成型時間太晚 要來串燒這些馬工機東西也不太夠 所以這邊高敏的一個難處就出現了 高敏雖然有異次元農田 但是他打到什麼都不會特別強 戰毛兵擊兵 都蠻普通的 沒有什麼特殊能力 洛馬的話也是 普通洛馬 雖然三宮三訪都有 但是有這個農田加持 高敏的話建議還是可以打這個大象 大象攻擊力非常高 因為在這個馬工的面前 打這個大象好像有點不太好 馬工直接過來剪掉巨頭 這邊一直在到處亂竄 其實BB已經有點手足無措的感覺了 不知道該怎麼打蒙古 蒙古這邊 兼弓跟防守能力都還不錯 所以蒙古土技給的壓力很大 數量越來越多 這邊有疾兵加蒙古土技在做一個防守 哇這邊從來被塗的有點多啊 兩邊的KD值已經越差越大了 高敏這邊只殺181個單位 但是蒙古這邊已經擊殺295快300人口了 但由於大部分比比斯這個射兵的關係 被擊殺速度也是正常的 這邊戰毛兵直接一點這個巨頭刺激嗎 點錯 這邊要一點點不掉嗎 還要點這個蒙古土技 蒙古土技想要硬點 沒有辦法前面有洛馬在砍 這邊戰毛兵會損耗太快 蒙古土技現在是一發一熱 直接全部收掉 好 這收一下這收一下 等後面還有幾台巨頭可能要擋不住了 馬公直接上來A了過來 後面有非常多的疾兵 還有一些肉馬在打 好這邊疾兵補了過來 城堡能鎖得住嗎 城堡還後面還在輸出 大量村民直接開始維修 哇這個城堡由於所有的建築科技 全部點的關係喔 血量來到7限028D 超級厚 又這邊城堡武法攻下 實在太硬了 而且後面有在挖石頭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城堡撐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疾兵再度過來解一下 但是能抽得到嗎 可以抽到幾下就直接原地倒地了 這個馬公打疾兵的速度還是非常快速的 好石頭挖到一半 就全部修城堡了 石頭也剩不到 連100石頭都不到 但上方的石頭已經不夠 這一坨馬公看來可以做到蠻多事情 沒有辦法修城堡的關係 直接買賣一波 買了200塊的石頭 還想要繼續修理 這邊居心龍石巾可能還是要大大零頭 提比這邊 有點沒辦法處理 又有的蒙古圖記了 蒙古圖記的數量非常的大量 再來倒路28隻的數量 剛剛算有40隻 但現在28隻的數量還是非常多 這邊一個大洛馬直接過來 硬解巨頭應該沒問題 這一種B出來了 足夠的數量了 但是蒙古圖記直接上來硬A 兩台巨頭直接被收掉 巨頭這邊也解掉了 哇這座城堡險些守住啊 但現在這個問題 蒙古圖記該怎麼解呢 戰謀還是要繼續按 奇兵也是 洛馬也可以按一些 這邊經濟可能要再來好一點 這邊經濟其實不太好 村民一直沒有到非常多數量 只有100村而已 那這邊村民處可能再可以拉高一點 哇但是這邊蒙古宅台太強軍事了 直接在這個出兵點喔 壓制士兵剛出來的士兵啊 這位士兵來不及幾幾了 就被各個擊破了 哇蒙古這邊機動性太好 直接壓到出兵點 怎麼辦呢 家裡沒有城堡直接壓出兵 上方雖然打不下來 但是出兵點被壓了 哇BB這一波可能會有點慘 大象出來 哇你看這個血量被射得很快 直接倒地 所以這邊出大象也不太好 等於就是這樣子喔 哎呀 但不出大象的話 又很難扛住對方的蒙古圖記的傷害 哇現在各地著火 這塊金礦也不能挖了 家裡後面又BBQ 直接收村 連房子都不想躲了 右邊這個城堡 又在巨頭開始輸出 這個金礦是BB的最後一塊黃金 但是右這邊已經完全斷金了 這邊右的一個支援量有點多 木頭三千多 這邊買賣一波 還是短出現蒙古圖記 再補一點數量 但BB也支援於完全間諜 連黃金屬也只剩一點點 右邊最多城堡 哇 哇黃金的創民 直接被大肉馬直接砍上來 完全沒有辦法收村 村子已經降了 是90村 88村 87村不能再多 完蛋 全部吃光 BB打出了GG 哇這個大肉馬真的就是搶啊 118滴啊 每一隻的血量都起司差不多 雖然起司的血量會再更多一點 但這個肉馬真的是屬實有夠好用 血量太多了 然後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應該是兩邊是差不多的 打得蠻極限的雙邊 右這邊經濟是好一點點 其實經濟沒有差到非常多 石頭跟黃金都是這樣子 那食物的部分 高棉有餘的異次元農田的關係 所以一定會贏 但木頭這邊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兩邊經濟真的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這個蒙古圖記真的是難解 而且家裡的出兵點 這個城堡沒有在這個位置 所以沒辦法一直集結 所以又很聰明 他直接在這個集結點 駐守這個蒙古圖記 然後兵一出來就殺掉 一兵一出來就殺掉 這樣他們就沒有這個軍隊的力量 這個是非常聰明的一個方法 那這邊戰毛兵數量一直也憋不起來 也是個問題 如果戰毛兵能起來的話 可能還可以有機會 稍微克制一下這個蒙古圖記 但是由於蒙古這邊有大肉馬的關係 肉馬一直出 所以這邊戰毛兵也是一直被解掉 你看這邊肉馬的數量非常的多 這邊也還在繼續攻堅 所以BBE真的沒有辦法打下來 這一場城堡時代就一直瘋狂打架 我覺得打的還蠻精彩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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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